中国芯片产业一直以来备受关注 尤其在近几年 由于美国对华为等企业的打压 使得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更加被高度重视 阿斯麦作为全球领先的光刻机生产厂商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 最近有消息称中国可能在未来三年内 就能够自主研发出顶级光刻机 这让阿斯麦感到有些担忧 不过 北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林毅夫却给出了肯定答案 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光刻机 它在半导体制造中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光刻机可以将芯片上的电路图案复制到硅片上 形成芯片的芯片电路结构 阿斯麦是全球领先的光刻机生产厂商 它的光刻机可以将微米级的芯片线路制造到纳米级别 是当今世界上超级计算机和5G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设备之一 然而 由于美国对华为等企业的打压 中国芯片产业正在积极自主研发 以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据报道 中国的光刻机制造企业送一计划 在未来三年内推出一台顶级光刻机 这意味着中国芯片产业已经开始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挺进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对于阿斯麦来说 中国的光刻机产业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竞争对手 然而 北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林毅夫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他认为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条件 可以在未来三年内造出顶级光刻机 并且将会在芯片领域取得更多的突破和成果 林毅夫分析了中国芯片产业的实力和优势 他表示 在芯片领域 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与市场实力 中国正在积极鼓励自主研发 加强自主可控 政府也在加大扶持力度 鼓励企业加强创新投入 此外 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这也为芯片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林毅夫还提到 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成就 也为光刻机产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支持 例如 在高速铁路 物资通信等领域 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 这些行业的成功经验 对光刻机产业的生产和应用都具有借鉴价值 虽然中国的光刻机产业上处于初期阶段 但是其发展速度却非常迅猛 所以的光刻机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并且正在以急速的步伐向更高层次挺进 随着中国芯片产业的快速崛起 未来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阿斯麦需要认真面对这个新的竞争对手 并且保持持续的技术革新和创新能力 才能在全球光刻机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 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光刻机产业也不例外 对于阿斯麦来说 中国的光刻机制造企业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 而北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林毅夫的肯定答案 也给了中国芯片产业更多的信心和支持 未来三年 我们期待中国芯片产业能够迈向更高层次 为全球科技创新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期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打压措施持续升级 阿斯麦公司的业务也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 阿斯麦公司还面临着知识产权泄漏 技术转移等危机 在当前形势下 阿斯麦公司不得不转向寻找新的市场和伙伴 而在这样的形势下 中国国内企业的光刻机技术却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中国的光刻机制造商Sme UHMI等企业已成为全球光刻机制造领域中卓越的竞争者 其高精度高效率低成本等优势 已经让国际市场开始认可和接受 而且随着国际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全球供应链的重构 国内光刻机企业将有望赢来更广泛的市场机会 阿斯麦公司的转变和中国光刻机行业的发展 实际上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重构的一个缩影 当前全球半导体工业正在面临着技术变革和市场转型的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 要想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不仅需掌握核心技术和强化自主创新意识 更要以全球发展的视野开放的心态 打造自己的产业生态和竞争优势 总的来说 光刻机技术是半导体产业的晴雨表 阿斯麦公司的转向和中国光刻机行业的发展 展示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调整和变革 中国的光刻机制造商已经开始在全球光刻机制造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而这份成就值得庆贺 但是中国的光刻机行业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 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扩大市场份额 目前 中国自研光刻机的主要产品有多款 其中包括马氏光刻机 阿斯麦光刻机等 这些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得到广泛应用 而且还进口到国外 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得到认可 然而 中国自研光刻机在发展过程中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 例如技术是否成熟 成本是否可控 竞争状况等等 因此 未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顺利推进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发展 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 中国自研光刻机对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影响 一 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市场前景和影响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 更是全球芯片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由于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崛起 以及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全球芯片制造商都在密切关注着中国市场的发展 在市场需求趋势的推动下 中国自研光刻机产业规模越来越大 市场占有率逐渐提高 制造商和投资者争相进入中国市场 以寻求更大的份额和更高的利润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中国自研光刻机对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影响 也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态势 二 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国内外竞争态势和挑战 虽然中国自研光刻机在国内市场上逐渐崛起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要面临更多的竞争 不美等发达国家拥有较为成熟的光刻设备生产链 这使得中国自研光刻机在这些国家遭遇到不少阻力 很难获得市场份额 此外 国际市场上的技术门槛更高 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去推广和实现商业化 在这样的形式下 中国的自研光刻机发展仍需要不断努力和创新 三 中国自研光刻机对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带来的机遇和威胁 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发展对全球芯片产业的未来将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制造商而言 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生产机会和市场份额 也为全球芯片制造链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并促进了全球芯片产的长足发展 同时 也需要时刻警惕可能带来的威胁和负面影响 防止因技术走向单一和市场垄断而导致的不可逆转的损失 总体而言 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 对于中国而言 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研发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 以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 对于全球芯片产业链而言 需要探寻并加强合作机会 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 二 如何理性看待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发展和影响 一 支持中国自研光刻机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崛起是全球芯片产业链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也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 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 全球芯片产业链需要更多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细分 这也正是中国自研光刻机所能提供的机遇 因此 我们应该支持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发展 促进全球芯片产业链的良性发展 二 联合研发和合作共赢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和合作伙伴 全球芯片产业链也需要更多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 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联合研发和合作共赢的方式 互相补充技术和资源 实现共赢发展 同时 联合研发和合作也可以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效率 缩短市场应用周期 实现快速商业化 三 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的未来趋势和方向 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发展需要不断推动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的理念 只有通过合作和开放 才可以实现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的最大化 更好地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 因此 我们应该坚持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的思路 实现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共同发展 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崛起 不仅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也是全球芯片产业链发展的重要趋势 我们应该支持中国自研光刻机的发展 同时也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开放 实现全球芯片产业链的良性生态 在未来的发展中 中国自研光刻机有着广泛的合作机会和发展前景 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迎接严峻的市场挑战 中国自主研发的光刻机 如今已经成为了全球芯片产业的新浪潮 光刻技术作为半导体工业的基础设施 与芯片制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之一 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以往 由于全球光刻机市场被三家欧美巨头 一直无法获取对专有技术和设备的自主掌控 然而 随着国内科技水平的逐渐提高 中国逐渐开始自主研发高端光刻机 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目前 国内光刻机技术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在半导体芯片制造过程中不断展现其优势 成为了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关键属性 中国自主研发的光刻机 不仅在技术上实现了重大创新 并且在品质 产量等领域均表现出优异的成绩 最近 中国研发的一款高端光刻机取得了重大突破 不仅实现了对芯片生产的 而且在精度 速度 效率等方面的表现均达到全球顶级水平 成功打破了海外技术垄断 完成了对光刻机市场的自主掌控 中国自主研发的光刻机也是由于国家战略支持 企业自主创新和国际科技合作的共同推动所取得的 近年来 国家不断加大对芯片产业的投入 大力支持企业的研发创新 此外 中外共建的科技创新中心 科技园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也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此外 中国企业积极与国际科研机构开展合作 在品质 技术及市场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赢得了更多的业界认可 赢得了更多的业界认可